哈喽,小朋友们好 快看,是一只小鹦鹉 这个小鹦鹉呢,是晨晨姐姐从家里带来的 晨晨姐姐为了训练它呀 可费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呢 好了,现在不说了 我们把它的笼子打出来 请它出来 哦,小鹦鹉 快看,我们的笼子是不是也很漂亮呢 哦,打开 黄黄的一个小鹦鹉 我们让它先下来 哦,好了,正面看看 正面也看看是不是很可爱呢 现在呀,晨晨姐姐要把它请出来 但是把它请出来它就会乱跑 所以有一个新型的指环 这个指环呢,我可以戴在手上 然后我让小鹦鹉呢,站在这个上面 它就不会乱跑啦 当当,像这个样子 近距离地再看一看我们吧 黄黄的羽毛 尖尖的嘴巴 好了,先面我就给小朋友们见证一下它神奇的地步在哪里 我们先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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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就是学说话 这个也是我训练了它很久 它才会的哟 好了 下面开始我们的表演吧 小朋友们好 你好 我是小鹦鹉 见到你们很高兴 你们喜欢我吗 你们喜欢我吗 难道 它还会挑啊 这个小鹦鹉真是闹气 它想说的呢 它就说它不喜欢的话 它还不学呢 你好可爱 你好可爱 摸摸它 你好可爱 点都不乖 点都不乖 我们这个小鹦鹉啊 它的脾气可大了呢 肯定是觉得我没有跟它好好玩 要不我们先跟它玩一会儿 看看它心情好了 肯定我说什么它也会跟它说啦 先来摸摸它 让它开心一下 它会不会有点饿了呢 要不我们给它吃点东西吧 走 带小鹦鹉吃点东西 让它先从我的指环上面下来 下来下来小鹦鹉 慢慢的 下来最后回到自己的笼子里面 我们把这个帮它拿走吧 我觉得可能它会有点不舒服 看到了吗 前面呀 是它的饭饭 一起来看看 诶 对了 我忘记问了 你们知道小鹦鹉应该吃的些什么吗 我们来看看吧 小鹦鹉吃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先把它关在里面 要不它跑了怎么办 哦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训练成这样的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小鹦鹉的食物 像是瓜子 果类的东西 它都可以吃哦 我们先让它吃得饱饱的 嗯 嗯 它现在呀 也吃饱了 而且我们刚刚也跟它玩了一会儿 也摸了摸它 我觉得它现在心情应该会好 所以我们请它出来 把笼子打开 小鹦鹉小鹦鹉 你现在的心情好了吗 来跟我们一起玩吧 快出来 噔噔噔 哦 我要把我的爱心指环戴上 然后把小鹦鹉 咻 飞到我的指环上面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它现在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学说话了呢 摸摸 小鹦鹉 小鹦鹉 它好像心情变好了呢 你吃饱了吗 嗯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和我一起玩吧 一起玩吧 一起玩吧 好了 小朋友们 现在呀 看来我的小鹦鹉 嗯 它吃饱了 心情也变好了 所以呢 它愿意学我说话了 怎么样 你觉得 我的小鹦鹉 好玩吗 可爱吗 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有趣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哟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